你了解自己吗 你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 没有关系 如果你想要改变 但是呢不知道如何踏出第一步 我们在L疗愈相谈室 由我跟简少年老师 将分别由占星跟紫薇斗书的角度出发 带给大家新的课程 新的角度 让你可以更了解自己 而且呢 就能够直接从爱情 财运跟职场的这三个领域里面 开始做出改变 想要知道更多的资讯吗 请参考下方的资讯哦 我们从现在起到11月15号 都在做集资课程的活动 欢迎你一起加入我们 然后我们一起迎向新的2022年 日月聚焦新座话题 哈喽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11月份的运势 不要忘记帮我们开启订阅小铃铛哦 同时呢也欢迎你分享这个节目 给同样喜欢星座的朋友 11月啊 我们将进入一个非常紧张刺激的时刻 每个人呢就好像在上演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务 我们的生活里面啊 可能有很多的责任啊 考验啊 等着我们去突破 可是呢 同样的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 惊吓 突发的状况 或是忽然要加速的情形 他会打断我们的步调 所以我们可能必须要转移注意力 优先处理某些事情 也可能呢必须要加快脚步 甚至呢你必须要同时兼顾一些事情哦 那么这个情形呢 原因是在于啊 第11月我们将进入今年的第三度 土星跟天王星的凶向 土星跟天王星的凶向呢 它其实代表的是传统 跟创新革新的一个拉锯站 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 就会有这样的情形 好像呢你可能被派遣到 去解决一个新的问题 或是要到一个新的部门做一些事情 可是呢你要同时把原来的工作做好 甚至要带新人 就会有一种拉扯的感觉哦 但是呢这个拉扯也会帮助我们 从现况当中去思考 是不是可以用新的方法 是不是要做出一些新的改变 那当然它一定过程是会比较痛苦的哦 可是这样也能够帮助我们有勇气 在这个时候解放自己做出新的决定 那么呢在11月份呢 听起来土天压力是很大的 可是呢天王星的力量会稍稍的占优势 因为11月5号的这个星月啊 天蝎座星月 它就对冲天王星 启动了这个很强大的能量 我们知道火星呢 其实在这个月份也一样在天蝎座 所以这个月就有一种爆炸性的 突发性的意外的大的变化 每个人都只能见招招招哦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 在11月19号的时候呢 这个满月啊又是一个金牛座的月时 月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满月 它代表一个结果的展现 或是一个问题的出现 在金牛座那问题或是结果一定会是具体的 看得到摸得到的 或者是你可以衡量的 它会在金钱啊物质啊 或者是说大自然环境啊货币啊等等等 去展现 比方说以前你可能跟某人吵架 你只是心里觉得说 我跟他保持距离啊 我不要理他就好了 可是这个月呢 很多是要具象的 你就会怎么样 真的跟他谈分手 真的就跟他闹班 真的跟他切割 真的跟他中断 有这样的情形哦 所以11月份我觉得啊 对我们来讲最大的困难在于 我们如何迎战这新的变化 同时又要承担旧的责任 或者是有些包袱要处理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要去转折 或者是转念的地方 那当然大家一定很想知道 这个月的星座运势排行榜啊 我想观众朋友一定很想知道是感情对吧 这个月啊感情最容易有桃花 或是呢最容易有一些发展机会 朋友变情人 情人考虑到未来 或者是现有在关系里面的感情越来越甜蜜的哦 那就是上升或太阳 在巨蟹座处女座 以及摩羯座的朋友 因为这个月份代表爱情的金星来到摩羯座 对你们是有利的 另外呢有两个星座啊叫做金牛跟天蝎 这两个星座在这个月的感情事件常常很爆炸 就是有很大的决定 也许是离婚 结婚忽然在一起忽然独立出来忽然同居忽然搬离 忽然分离有可能哦 所以金牛跟天蝎呢 往往是一个比较两极化的的一个感情运势 那在事业运势上面来讲呢 大家一定会很想知道工作吧 所以这个月份呢 上升摩羯跟双鱼座朋友相对顺利 虽然我们的环境会有很多变化 可是这两个族群呢 很容易呢很讨喜的哦 得到大家的帮助 或是你也能够帮助大家 但是呢狮子座跟水瓶座不一样了哦 如果你上升或太阳载 狮子跟水瓶的朋友呢 这个月呢我觉得你有点像是 可能会像做自由落体一般的刺激 很多大的挑战 但是你有可能呢 哎鱼药龙门鲜鱼三生 有一个让大家哇怎么可能的惊喜 所以你是哪一种 你要好好的观察 还有做好准备哦 那再来呢 大家对钱一定非常的渴望 这个月呢上升或太阳载 白羊座跟天秤座的朋友 我要恭喜你们 你们是能赚能花的一个运势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 如何好好的赚钱 花钱 花的有意义 花的开心 花的值得 就是你的本事 那当然上升或太阳载 双子跟射手座的朋友 这个月你会觉得怎么工作时间那么长 这么多杂事 但是赚的钱没有变多哦 所以赚钱是有点辛苦的 可是你们有贵人 比方说你的朋友会帮你介绍客户 或者是有人愿意投资你 借你钱 有可能呢会有人请你吃饭 所以啊在物质金钱的领域里 你是有贵人的 你是有帮助的哦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平常呢 做一些好事或好人员的这种 潜在的帮助 那我们来看一下各个族群啊 这个要注意什么事情 这个月最要加油的族群 是上升或太阳载固定星座的 包括了金牛 狮子 天蝎跟水瓶座 这个月呢 我会建议你们要做两件事情哦 第一件事情叫做注意健康 没有什么事情 比自己更重要的好不好 所以这个月你一定要好好地 顾好自己的健康 包括生理跟心理 第二个呢 这个族群呢 在这个月份一定要学会 一个归零的心态 因为呢 上升或太阳载 金牛狮子 这个天蝎 水瓶的朋友 这个月有很大的变化 你可能突然要去接一件事情 你可能突然觉得要独立出来 跟老板跟公司切割 也可能你忽然要搬家 也可能你忽然决定 你要用新的方法去接手所有的事情 一个人承担下来 所以很大的变化里面 你们非常需要从头学起 记得哦 好汉不提当年有 你要放下过去的光环 同时呢 英雄不怕出生低 你不要在意你现在做的事情 好像很微不足道或者很辛苦 有意义的 那么第二个族群比较辛苦的是 上升或太阳载 双子处女射手双鱼 其实哦 变动星座的朋友 是非常能够见招拆招顺应环境的 那你的困难在哪里 你的困难在于啊 这个月太多不确定了 有可能明明就快要完成的事情 在最后一刻喊咖 在最后一刻就有人出来怎么样 干扰或者是阻碍 有小人 也可能呢 本来不归你的事情 你突然要出差了 你突然要接手了 所以呢 我觉得变动星座的上升跟太阳的朋友 这个月你必须要仔细观察 小心到最后 不到最后关头 绝对不要轻言的怎么样 放弃注意它 或者是就比较疏忽它咯 那么最后呢 这个月比较轻松的是上升或太阳载 基本星座的朋友 包括了白羊巨蟹天秤 以及摩羯座朋友 前面两个族群啊 都是要这个避凶 减少损失 但是呢 你们是要怎么样 趋吉 因为这个月你们比较多 游刃有余的空间 所以如何把资源 把机会做到最好 放到最大 是你们考验 也就是你有一块钱 你如何让它发挥成 两倍券 五倍券 六倍券的效益 这个是这个族群啊 在这个月份 我觉得可以努力的空间 以上呢 就是我们11月份的运势 希望呢 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月份 完成自己不可能的任务 朝向新的年份发展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